這個其實你不用做得那麼準 但是你也可以畫得很準 我自己的習慣是藏在裡面 我差不多就這樣 可是問題是我兩次要對稱 這就有很多技巧 比如說我們最常用的方式就是 用那個什麼 畫線刀 畫線刀就很快的 比如說我盯一個長度 我現在要一個長度 也不用很準 你就是對稱就好了 然後我用這個畫線刀 我就去取 取 這一面 這個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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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過來 也是這個長度 這個長度 我就取完了 取完了之後 這片也是 我就會把所有木頭 加在一起 取它的長度 這樣我是不是叫這個深度 我就都一樣 再來就是兩塊木板中間的孔 我會再調第二個長度 因為這個是1公分的板子 我會調0.5mm 0.5公分 就是5mm 然後直接這樣子畫過去 這樣只有一個十字 這邊一個十字 這邊一個十字 這個就是各位要鑽的孔位 那這個是我們比較快的方法 就是用這種畫線刀來處理 那如果說 這個剛剛這樣有聽懂 就是 我們直接畫線到取一定的距離 在上面做記號 然後 翻過來這邊也是 一條 打兩針嗎 就是 比如說 OK 你假設往裡面1公分 你就調1公分 然後我們這邊就做1公分的記號 每個都做 這邊你會問說 中心點怎麼辦 這邊的話 我是習慣是直接 直接用這個處理 或者是 你用那個腳尺 移動 反正你就是量一半 那個其實 不會差太多啦 因為我們這個線已經畫得很準 所以我們只要去這兩個中心點 再來是這個也是 這個我比較偷懶 我就是先看好木紋方向 如果確定沒問題 打釘是要中心 把它合好 你如果在搞剛年 拿個夾具夾著 我們有那塊樹夾夾住 然後你再一起什麼 一起畫 反正對稱嘛 這樣子整排就好 那再來一個方法是 如果你今天遇到比較特殊的情況 比如說你這邊都做好了 我這邊臨時還要做一個手 可是我兩面我要對稱 那這個時候我就 我就會隨便鑽 比如說我這邊要鑽一個洞 隨便鑽 然後木牽先插好 然後我在木牽的另外一面 用一點白膠 然後我後面蓋上去的時候 然後我蓋的時候會有個技巧 就是我這一面我一定靠這個平面 然後 這個也靠這個平面 然後我確定好沒問題的時候移過去 碰到白膠 這個上面就有記號 然後那個記號就是我要鑽孔的位置 這是有一些小小的技巧 老師要選擇 你也可以等一下喔 你就自己亂畫 然後你就是上白膠 自己試試看 這個技巧其實可以幫你做得還蠻準的 然後因為我們今天是用那個 那個 就是 桌上型的電鑽 所以它那個角度應該是還OK 但是如果你是用手電鑽 就要練習了 所以我建議大家還是用那個 好 那再來 我要先講一下 建議一條 裝幾個孔 兩顆孔嗎 我建議是兩個就好 以前 以前有的會說要裝三個 但我自己覺得兩個 因為我們那個 不是重點 只是要幫助你 因為我們今天要上膠以後 就要開始動作 如果你可以等的話 我們也可以都不要 我們就上膠 就放著 等到它乾 我們再做下一個動作 可是那個 太花時間了 所以我們今天採用的方式是 下個毛在裡面 做個竹筍 在裡面 再來是門的部分 各位可能會看到這個門 門的邊緣 其實這邊是圓弧形的 那等一下可能 我會教你們用那個 沙帶機 我們怎麼去做一個 圓弧形的這個角度 因為我們門軸的部分 你如果沒有做成圓弧形 它會卡住 沒辦法出來 然後再來是 這個孔位怎麼訂 我建議你是 圓弧形做完再訂孔位 然後訂完孔位之後 這個距離你就稍微抓一下 大概是5mm 那一樣的喔 我們等一下 我會建議你們就是 直接插那個 金屬的釘子 在上面你就壓下去 它就有一個痕跡了 那個就是我們要鑽的孔位 其實都是用做記號的方式 因為 各位在做 可能畫線跟你鑽孔的點 不會在同一個 有時候常常都這樣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式 你會稍微轉一點 這是受限 就只能這樣處理 好這樣子 OK齁 好